歡迎收聽 財經起床號 哈囉 各位聽說大家早 歡迎大家來到 酒吧新聞台財經起床號 節目現場我是陳鳳馨 民國110年1月21號 星期四 現在已經早上7點12分16秒 我們先來關心一下 今天的天氣狀況 今天白天仍舊是穩定的 不過南方現在有一個熱帶擾動 正在菲律賓發展 可能會使得它附近的水氣 大氣環流 會送到台灣的上空 所以預計 今天的下半天到傍晚 先從南部開始 先從南部跟東半部地區開始 那麼從下半天到晚上 開始會有一些短暫的雨勢 但北部地區反而今天是相對穩定的 可以一直穩定到明天的早上 那當然這一波水氣 它會慢慢的從今天晚上的南部 然後接著在一路北上 然後接著在明天的時候 也會影響全台灣 所以請大家要注意 這一個降雨的變化 不過今天北部地區是穩定的 而北部地區跟中部地區都穩定 南部地區雲量比較多 東部地區會下雨 那麼這個是今天在 形態上面的一個改變 北部地區以及中部地區 還有澎湖地區降雨機率只有10% 南部地區20%的降雨機率 而東部地區呢是50%的降雨機率 好所以呢包括了宜蘭花蓮台東呢 要特別的注意 那麼在溫度的部分 今天很溫暖 北部地區白天溫度17到26度 中部地區是15到25度 南部地區是16到28度 東部地區是17到24度 澎湖地區是15到19度 那麼這個溫暖的天氣呢 可以一直持續到明天 要一直等到禮拜六的時候呢 才會又有冷空氣 逐步的南下 那麼禮拜六禮拜天跟下個禮拜一呢 低溫可能會到12到13度 目前各個主要城市的氣溫 台北高雄台東20度了 台中台南澎湖也已經16度 宜蘭17度花蓮18度 好所以今天呢真是一個穩定的天氣 好接著呢我們再來穩定而溫暖 好穩定而溫暖的天氣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美國股市 沒有股市呢四大指數 漲多跌少 道全公益指數上漲了257點 收盤指數是31188點 漲幅0.83% 納斯達克上漲了260點 收盤指數是13457點 漲幅1.97% 漲幅1.97% S&P指數上漲了52.94點 收盤指數是3851點 漲幅1.39% 只有非層半導體因為前一個交易日呢 那麼非層半導體呢漲幅非常的大 漲了3% 所以呢今天凌晨的非層半導體呢 反而是相對弱勢 那下跌了8點 跌幅0.27% 收盤指數呢是3085點 五大科技公司呢 全面的來了拜登的慶祝行情 蘋果大漲了3.29% 臉書大漲了2.44% 那麼Alphabet上漲了5.36% 亞馬遜上漲了4.57% 微軟上漲了3.65% 那至於台股的ADR呢 是集體下跌的 昨天台股市下跌 其中如果扣除掉台積電的話 跌幅更重 尤其是外資呢 一口氣呢 賣超的額度超過了200億元 那麼這裡面呢 都使得台股的ADR呢 在今天凌晨呢 也出現了拉回的修正 台積電的ADR下跌0.5% 聯電大跌4.3% 熱光下跌2.22% 中華電信下跌了1.52% 那至於在油價的部分 則上漲了33美分 每一桶的報價是 53.31美元 漲幅0.62% 而白海布蘭特原油 上漲了18美分 每一桶的報價 56.08美元 漲幅0.32% 支架哥黃豆期貨 則是下跌了 16.25美分 每普社是 1369.50美分 跌幅1.17% 那至於在黃金的部分呢 則是上漲了 26.30美元 每奥斯的報價是 1866.50美元 涨幅1.43% 那至於在美元指數的部分呢 則是小漲了 0.1個百分 近乎平盤 來到90.483 好 我們剛剛看到 美股的上漲 油價的上漲 以及黃金的上漲 其實呢 都是因為 在美國總統 拜登上任的 這個就職演說當中呢 那麼當然強調了 抗疫的重要性 就防疫情的重要性 同時呢 也不斷地強調呢 必須要能夠 這個通過1.9兆美元的 這個紓困案 那市場上現在對於 這個1.9兆美元的紓困案呢 抱持著非常高的期待 所以呢 從股市到油市 一直到金市呢 都是上漲的 接著我們來看到的是 歐洲三大主要股市 也都是上揚的 英國金融市報 拜登國家指數上漲了 27點 漲幅0.41% 法國巴黎政商工會指數 上漲了29點 漲幅0.53% 德國法蘭克福指數 上漲了106點 漲幅0.77% 好 接著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今天的早報新聞 當然在今天凌晨的時候呢 美國總統拜登 宣誓就職 在他的就職演說當中 那麼最值得注意的是 他幾乎沒有碰到外交關係 就只有淡淡的帶了一句說 會修補美國跟盟國之間的關係 讓美國再次成為世界的明燈 可是除此之外呢 他談的全部都是內部 所以呢 先內後外 很明顯的是拜登的 整個政策的定調方向 那麼當然他的施政重點 很明顯的就是兩件事情 他通篇在談的 第一個就是要對抗疫情 那這必須要把美國現在是全世界呢 疫情最糟糕的一個國家呢 這件事情呢 必須要先予以改善 而第二個部分呢 他強調的就是團結 他這裡面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現在呢 那麼政治上面呢 碰到的是政治極端主義 白人至上主義 還有本土恐怖主義的興起 必須要來面對 而且要把這些都擊倒 包括了白人至上 包括了本土恐怖主義 還有政治極端主義 雖然訴求的是團結 但顯然拜登對於內部的一些 這個意識上面的一些極端的走勢 顯然是希望能夠解決 而且要對抗 甚至於要擊倒他 那麼這一些說法呢 可能都會讓拜登呢 他必須要去面對的是一個 更加對立而攻擊面 比較強的這一種對立 所以呢這後續呢 其實還是值得觀察的 那麼接著我們再來看到的是 拜登要推的1.9兆美元的紓困計畫 振興經濟計畫呢 那麼現在呢 能不能過關呢 那麼可能是一個變數 主要是呢 有多位的共和黨參議員呢 表達了懷疑的態度 他如果希望能夠快速過關的話呢 那必須要有10位共和黨的議員協助 讓他在程序上面不受阻礙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取得 10位參議員的協助的話呢 程序上就可能要拖 比較長的時間 還是會過關 因為他的參議院呢 仍舊是有51席 但是呢可能就會 時間上面會變得要比較長 那接著我們再來看到的是呢 歐盟指委會呢 昨天宣布了一個新的 在歐盟的金融的新藍圖 這個呢是歐盟的長期策略方針 就在拜登上任的前一天呢 他們呢宣布了這一項藍圖 那麼在這項藍圖當中的重點就是要 如何的更細膩的打造歐盟的基礎金融設施 並且提升歐盟的地位 減少對美元還有境外金融中心的依賴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呢 就是從2018年開始呢 美國在川普總統的帶領之下 那麼撤出了伊朗核協議 而且呢重新的製出了這個制裁 那麼這一點呢使得包括了這個歐洲的Suite 這個支付系統的傳輸系統 還有包括了歐洲清算銀行 以及ClearStream這個證券集保系統 都受到了非常大的衝擊 所以呢怎麼樣避免美國的制裁 影響到歐洲的政策 這一個呢是歐盟新藍圖當中呢 最重要的核心焦點 那麼這個在拜登剛上任 然後希望能夠這個跟盟邦 一起合作的情況之下呢 那麼這一個新策略呢 看起來美歐要完全的同步 其實困難度是非常高的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的這個是 德意志銀行 德意志銀行呢在1月13號到15號 上個禮拜三到禮拜五呢 訪問了627位的市場專業人士 那對於未來的股價呢 去做預期 結果呢在受訪者當中呢 89% 就近九成呢 都認為市場正在面臨泡沫 而這場泡沫當中呢 最有可能的破口就是 比特幣跟特斯拉 也是去年漲最多的 比特幣漲了三倍 而這個特斯拉呢 漲了七倍 但是呢很多的調查者認為 兩者的身價都有可能會腰斬 好那當然這是德意志銀行的調查 好那現在呢提出來 並不代表立刻的轉弱 但是呢風險的程度 顯然是大幅度的提高了 好另外呢 印尼政府呢 現在傳出來正準備要大幅的放寬 外國人可以投資的產業名單 那麼從原本呢不可以投資的200多項 縮減為只剩下48項 好那這一個呢 這個縮減投資的負面清單呢 這個開放呢 可能會是印尼未來一段期間 最大幅度的開放 這對於台灣相關產業來講 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接著我們再來看到的是 中美之間的關係 其實在這一次呢 拜登的內閣成員呢 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面呢 每一個都問到了 有關於跟中國之間的關係態度 那當然包括了財政部長葉倫 包括了郭欽布林肯 那麼採取的態度都是強硬的 不過葉倫呢 特別在關稅這件事情上面 提到說 美國將要致力於結合盟國 而非片面的來因應中國問題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 在關稅上面可能有所調整 因為呢 美國從2018年開始 打這個貿易戰 在關稅上面呢 對美國的這個 這個 對中國大陸的加徵關稅 這是片面措施 而並不是跟盟國的同步 所以呢 後續呢其實也非常值得關注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美國財政部呢公佈了 這個去年11月 前兩個月呢 那麼各個國家政府 那麼持有的美國公債的規模 那麼中國大陸呢 那麼增加了90億美元 來到了1兆 0 630億美元 不過仍然就是海外的第二大債組 不同的是呢 它結束了連續5個月 減持美債 反而是增加了90億美元的美債 那麼分析師認為呢 這是因為呢 在去年11月的時候 人民幣升值幅度太快了 為了要抑制人民幣的升值 所以呢必須要買美元 然後呢賣人民幣 那這個買美元 賣人民幣的時候 買美元呢 其中就包括了買美國公債 當然持有第一名的還是日本 不過日本呢 11月繼續拋售87億美元 來到了1兆2608億美元 是連續四個月減少持有 美國公債 那麼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啊 俄羅斯跟沙烏地阿拉伯呢 是堅定的去美元化 那麼俄羅斯呢 是在兩年之內 拋售了1700億美元的公債 它現在已經不是 美國持有美國公債的 前十大的國家了 沙烏地阿拉伯呢 則總共拋售了 422億美元的公債 好另外呢 大陸的媒體報導說 歐美政府現在正在草擬方案 要求歐美的半導體業者 全面停止供應 大陸的汽車企業的晶片 那因為現在全世界呢 車用晶片呢 是全面性的缺貨 如果這一個報導成真的話 當然我覺得有點懷疑啦 因為這裡面呢 大陸的汽車企業當中 有很多是歐洲跟 中國大陸的合資企業 那麼如果說這個消息 是真的話呢 對大陸的汽車產業 會是極大的傷害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 昨天呢 花旗有一份報告 說呢 自從這一個 這個阿里巴巴 陷入了反壟斷的調查之後呢 那麼全世界的超級富豪 正在大量的抛售 阿里巴巴的股票 好不過就在這個時候呢 昨天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雲 他呢在沉疾了兩個多月之後呢 那麼透過視訊的方式 參與了馬雲 鄉村教師獎的頒獎典禮 那麼他這一個露面啊 雖然沒有談到任何政治啊 阿里巴巴啊 都沒有談到 但他這一個露面呢 就使得阿里巴巴的股價呢 在香港的盤中一度大漲超過10% 最後收盤的時候呢 也上漲了8.52% 好這一點呢 使得香港恒生指數呢 昨天漲幅超過一個百分點 我們來看陸港股的部分 上陣指數上漲了16點 收盤指數3583點 漲幅0.47% 深圳城市上漲了219點 收盤指數15223點 漲幅1.46% 香港恒生指數上漲了320點 收盤指數29962點 漲幅1.08% 好另外呢 我們來看到的是 外資昨天在台股大賣了215億元 這使得呢 台北股市昨天呢 下跌了71.19點 收盤指數15806點 跌幅0.45% 開高走低 盤中的時候 一度曾經來到16004點 16000點 那麼是彈花一現 最後收盤的時候呢 是下跌的 那麼成交金額呢 也是達到了4148億元 再創4000億元的以上的成交量 OTC呢更是非常慘烈 大跌了3.47點 跌幅高達1.86% 成交金額786億元 這裡面呢 台積電昨天呢 還上漲了20元 那麼從這個指數的貢獻來看的話呢 等於是貢獻了171點 在台積電上漲 貢獻了171點的情況之下 台股還跌了71點 所以呢 扣除掉的台積電之後呢 等於是要跌240點 所以呢台股當中呢 其實上市的部分呢 9成都是下跌的 而OTC8成4都是下跌的 那麼這一點呢 使得台北股市呢 今天呢是充滿了陰霾 我們要稍微休息一下